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Game of Gold黄金游戏的第三期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稍微聊一下对于前两期的评价 首先,我已经表达过很多次我对于这个节目的喜爱了 但是不妨碍我依然觉得有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比如说,我会很感兴趣知道他们团队层面里面 队员之间对于策略的沟通 不是那种建议某一个细节层面什么时候行动要怎么做 要不要all in的那种讨论 而是宏观制定策略方面的更多思考 比如他们实际的出场顺序啊 就是随便的大家商量一下 一两分钟就决定了 甚至Jason和Daniel还是靠猜手去决定的 那我觉得这就有点浪费了 他们完全可以去猜测其他对可能的出场顺序 然后自己想象愿意碰到谁 自己的打法对于哪些玩家会有优势 对于谁会有劣势 这才更像扑克玩家在制定一些宏观策略的时候 可能运用到的思维层级上的决定 而作为一个节目 本质上这是一个真人秀 需要把牌桌上的事和牌桌外的事比较好的结合 所以我会想看很多团队之间的讨论 甚至争论 但是像第二期那种几乎全部都是桌上打牌 虽然也好看 但是我觉得加入一些牌桌之外的事会更好看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第一期里面 Daniel当时猜到 Fiddle Horse可能会告诉Ruther不要拿最后一名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思考 不过这是临时现场想到的 所以是没有后手策略的 第二个类似的情况是Aria 在和Charlie Carroll单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技术劣势 所以拿着King Ba不通花去接All-In 表示愿意赌 这也是一个临时的策略 我呢就想看到更多的这种在牌桌外 类似的思考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偏好 我想肯定也有很多观众 对这个制作已经是百分之百的满意了 这些也都无所谓啊 我只是分享出来我的想法 OK 那么进入今天的牌局 第一手 Maria Quin Ba同花Open Robinson 根柱 Uviral A10不同花 Jason说 虽然这里3bet会比较松 但是他会很想在这里3bet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Uviral现在只有120万的筹码了 然后Daniel呢有270万 这个筹码量 显然和上一期里面最后一手 Uviral赢了Robinson一手 有非常大的脱节 所以我回头看了上一期最后一手牌啊 结束的时候是在13分18秒 而这手牌结束呢 是在8分34 所以中间显然是Uviral 输了一个大底池给Daniel 但是并没有转播出来 那么我们只能关注这一手牌 Daniel在后面也跟住 4人底池 翻牌A's King 9两张方片 Uviral中了一张A 然后0打出来了一个BB 也就是1分之1的底池 他在小忙这里啊 翻牌前没有3bet 而现在呢 Maria这个牌面上 有巨大范围优势的情况下 4人底池的情况下 0打了一个BB 如果被后面Race的话呢 还不能气 所以是一个很奇怪的下注 这个就和上一期里面 Charlie Carroll Dunk Andy那个10分之1的底池 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是一个单挑 而且牌面是467 虽然两个都是V型的Dunk 但是实际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Jason表示这里 很不喜欢这个0打 Daniel和Maria气牌到了Robinson 其实呢 面对一个BB的V型下注 口袋里有位置优势 无论他认为Uviral的组合里面 有多少是拿听牌0打的 或者他觉得隐含倍率也不错 加上准备好后面可能可以炸呼出来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定不能跟 但是问题是啊 这毕竟是一个Dunk出来的 Uviral几乎转牌上一定会继续开枪的 所以无论发什么 只要不发6的话 转牌上Robinson还是跟不下 所以正常来说虽然只是面对一个大忙的下注 这个口袋6一般也都不会跟 所以他跟了以后整个黑桃的组都很惊讶 结果转牌就出了一张方便6 所以说啊 要说Poker中的毒人能力 你练得再好也不如练一下能读出来发下一张牌的能力 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Uviral直接在转牌上变成了0胜利 但是他继续开枪打个半池出头 其实现在呢出铜花面了 他有一点骑虎难下 Robin跟住 合牌一张10 Uviral成了两对 我认为这里呢有铜花面了 他的两对打出来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可以拿 Robin只有一张A大概率也不会跟了 所以我觉得他要么过牌 要打的话应该是一个阻挡住 那么Uviral在530的底池里面打了60k 又是一个1%出头 他这个两浅一深的尺度真的是打出了花 Robin在后面的三条6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半池以上的下注 那么大部分可能是跟 但是面对1%的下注 其实是有很多race的 虽然Uviral也有可能是铜花 甚至有可能是顺子 但是Robin至少应该想一下要不要race 而不是几乎一个秒跟 所以他的很快跟注 给人感觉就像是只有一张A 那么Uviral也觉得自己大了 很快的亮牌 然后Robin亮出来了三条 Uviral可能想过很多自己落后的情况 但是肯定是没想到会输在三条6的身上 查理很好奇的说 现在桌上怎么这么安静 居然没有人评问这张6 然后Fiddle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他说这里其实更夸张的是 Robin居然完全没有想过 要不要去race合牌的可能 查理也表示同意 Andy也说这里应该可以race的 下一手 Robin A5不同花open 查理说 他以前和Maria打过牌 Maria打得非常紧 气牌非常多 确实 我看过很多Maria打的牌 印象也是差不多的 几乎没有什么很出格 或者很有想象力的大胆操作 大部分选的都是偏保守的决策 翻牌上出了一张A Robin Cbet三分之一 Maria跟着 转牌又是一张10 现在他们俩的踢脚是一样的了 两个人都过牌 这种转牌上出现了中间队的叠牌的情况 我在第72期会员视频里面专门讲过 这个情况非常独特 有很多大部分人没有想过的讲究在里面 合牌一张K 英格恩的认为Maria这里比Robin有更多的10的可能 所以他如果中注打出来的话 满持超时那种 有机会掩石能打掉Robin的Ace 不过这也不是一个很需要去炸货的牌面 过牌或者打一个阻挡住也都可以 果然Maria在200K的底池里面打了80K 也就是选择了阻挡住的路线 比较符合他的风格 不过这里如果被瑞斯了的话 是要考虑气牌的 Robin这里如果不介意分池的话 其实是一个轻松的跟注 因为现在踢脚两个人都是K了 如果不想分驰 他又觉得自己对Maria的阻挡住判断比较自信的话 也可以考虑诈呼出来 打到个300 400K这种 应该能打掉Maria的Ace 不过Robin这里居然仔细地思考起来 还尝试去读人 一直去念Maria的名字 查理也是没明白Robin这里在想什么 居然没有跟住 因为他如果是考虑Race的话 不会是现场一个这样的反应 他不会是想要气牌吧 然后Robin说出来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这里的英文字幕给的应该是错了 我其实也听了很多遍 中文字幕翻译的更是错中错 都不是一句合理的话 而这句话呢 对于理解Robin的思路非常重要 实际上他说的应该是 只是他这个英国口音 我们很难听得懂 所以他的意思是 如果Maria是拿Ace在打价值的话 那么自己最好的情况是分底词 但是他不觉得Maria是Ace 然后他居然没有多想 就直接气牌了 这个气牌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根本没有人想到这里有气牌的选择 Daniel直接问他 你是有Ace吗 Robin说我有 然后Daniel说 那你不想要跟他分驰吗 因为Maria只打了三分之一出头的底词 刚才我说 如果Maria要是超驰满驰的打 Robin也许有气牌 但是三分之一 Maria如果是翻牌上拿着King Queen King Jack这些牌跟的 然后合牌上中了一张King 都有可能打一个阻挡就出来 何况Robin还能跟Maria分Ace的持 所以这里有Ace是不可能气的 Maria估计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的80K打出去能打掉一个Ace 开玩笑的说 谁能想到现在的年轻人气牌能力这么强 Robin估计也是知道自己气错了 回击到 因为你们这些岁数大了的人都不炸火 成功的把Maria的注意力转移到了 讨论自己容貌的问题上 避免了自己更多的尴尬 到现在我们看到Robin打了三手牌 第一手是上一期里面被Uvaro的口袋Quins拿了极限价值 那一手我觉得打得也不太好 但是抓机抓错一次可以接受 第二手就是刚才那个三条六 合牌上完全没有想过要去Race 而是秒跟住 我觉得就透露了它技术上面的问题 而现在这手气牌呢 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回合里面 Ruther两次弃掉了Ace Queen 惊呆了所有人 那两个Ace Queen的气牌也都非常不常规 我虽然也都不赞成 但是我至少可以理解他气牌的原因 因为他是考虑到了团队的积分问题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战略问题 这也是我想听选手们讨论更多的内容 事实上我认为 即使Ruther为了积分问题 那两手牌也是应该跟的 因为我觉得Ruther这种第一回合就出场 缩着打为了积分的策略是严重有问题的 因为第一个回合的金币很少 和后面几个回合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我认为他更应该像Alga那种 激进的冲着第一去打 但是他缩着打 毕竟是Feedle给他制定的策略 他严格遵守我也能接受 但是现在Robin这个气牌 应该是到现在整个节目里面 我觉得打得最差的一手 查理更是直接挑事的拿起Mike说 Robin如果你以后看这段视频的话 打得不好 下一手 Daniel 5-4同花Open Robin大忙跟住 翻牌A68两张梅花 现在两个人都能听牌 Robin过牌 Daniel又开始老谋深算 开始演 Daniel C-bet和半持出头 Robin跟住 转牌梅花7 同花成了 Robin现在是带队听顺 这一枪Daniel还是应该要打的 因为Robin翻牌上能跟 如果他是跟68有关系的话 那么现在一般都增强了 有很多两对 或者现在这种带队听顺的组合 如果他是有ace的话呢 也会跟的 所以Daniel这一枪打出去 有很多价值可以拿 但是他过牌了 那么看起来就是想玩阴的 Robin问他你是放弃了吗 然后Daniel说 是的 合牌一张Jack Robin给人的感觉是要零打了 然后Daniel说 我感觉到了 你现在的表情 表示你很想赢下这手牌 你应该是要打中注 结果Robin 零打出来个40K 也就是十分之一的下注 我不知道他是以前也这么打牌 还是刚才和Uvaro现学现卖的 但是我劝大家 这种打法 节目里面看看就算了 实际上可千万别学这些打法 偶尔可能会有奇效 但是整体的思路和正常打法非常不一样 很难平衡 后台的大家看到这个下注 也都表示很不喜欢这个下注 Maria更是直接惊呼出来 说这孩子就是想证明你是错的 他原本就是想打中注 Daniel也是大喊 没想到你正好打相反的小注 然后就开始了他的演技 他站起来跟Maria说 我见过的所有打这么小下注的人 他们从来都没有大牌 他这里大概就是只有一对8左右的牌力 确实这个猜的也是89不离10 当然更重要的 他是在给自己后面要raise了做铺垫 他说我要加注了 后面的选手们也都说Daniel太坏了 但是确实很有娱乐性 张国满笑得连嘴都张开了 Charlie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他说现在Daniel如果真的是在诈呼的话 我会非常佩服这个诈呼 但是实际情况是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这么做的时候 真的是在诈呼的 Daniel养了半天的戏打出来个重注 结果Robin秒气牌 确实他这手牌也是没什么可抓的 而Robin一直关注的那些毒人的东西呢 面对Daniel这种级别的大事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作为Daniel的对手 我会更倾向于直接忽略掉他所有的表演 因为他的表演里面太多噪音了 会完全把我自己的决策干扰了 应该就专注在牌理本身上 大家可以把这个想象成是线上在和Daniel打牌 你看不见他所有的表情 听不到他说的所有的话 只是关注到了下注尺度和行动线 来做最正确的决策 当然作为观众的话 Daniel的表演永远都是很精彩的 然后Daniel亮出来了一张梅花舞 也就是可能有成牌也可能炸祸 查理经过了一番思考说 我越仔细想这手牌 我越不喜欢打下来的方式 下一手 Daniel在小忙open Maria大忙 Ace Jack不通花 Jason说Maria这里可以三bet 但是他估计他可能只会跟注 查理也说 如果面对对手是Maria的话 他会open的小一点 并且他又提到了我上一期里面 专门解释过的无弹性范围的概念 意思就是Maria这里因为没有什么三bet炸火 所以绝大部分的牌都只是跟注 那么Daniel如果是大牌的话 他就可以open大一点来造持 而如果是小牌的话呢 就可以open小一点 反正Maria也不会太多的三bet 这又是一个他典型的剥削打法 翻牌出了一张Queen 但是两个人都没打 转牌出了一张Jack Daniel继续过牌 Maria的Ace Jack确实现在可以开枪了 打了接近半持 Daniel跟注 查理说 他很喜欢Daniel这个整手牌打下来的方式 很像是A10之类的牌 Feedle补充说 或者67也可以 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后台门选手点评的情况当中 查理是能够提供最多思路的人 相比于Daniel和Jason两个人 互相意见总是相反 可以有很多观点的碰撞 我其实也很想听听 查理和Feedle 在后面会不会有分歧的这种争论 合牌一张八顺子成了 Daniel继续过牌 从Maria的视角 Daniel显然是不像有Queen的 只要不是打的太大 还是有不少的薄价值可以拿的 Feedle说 Daniel这么打的主要问题是 Maria的下注尺度都会比Daniel自己打 打得更小 确实 这手牌呢 基本上就是两条阶的价值 如果Daniel零打的话 两条阶可以赢更多 不过这个也是前卫自带的属性问题 就是你为了要长期可以平衡 防止被剥削 所以在前卫就必须要放弃一些价值 Maria打了210K 确实是偏小的尺度 Daniel虽然是一个轻松跟着 不过他还是解释了一下 他说如果你有顺子的话 肯定会打得更大一点 所以现在这个尺度 我跟住很舒服 下一手 Maria Jack六不通花 在小忙Limp Robin也过牌 翻牌出了一张Jack Maria下注不到半尺 Robin虽然没有中任何东西 但是他有很多组后门 还有位置优势 所以跟住也没问题 转牌一张方便8 通花和顺子都成了 Maria过牌 这张转牌呢 很适合Robin去炸火 他确实也在180K的底池里面 打了80K 我认为这个尺度稍微小了一点 虽然实际上Maria有Jack 那么他也不会弃牌 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组合 可能会弃给Robin 打个120K左右的下注 不会弃给80K这种尺度 合牌又是一张7 这个对于Maria就非常不友好了 他继续过牌 然后Robin在340K的底池里 打了300K 这个确实偷得很好 而且这个牌面他确实很适合偷 存在很多强牌的组合 Maria虽然有一张方便的阻挡牌 但是他面对Robinson Robin到现在这一整场打得都非常被动 还没有偷过 所以Maria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抓鸡 他想了30秒 最后还是弃牌了 Robin很满意 亮出来了自己的诈呼 下一手 Robin口袋7 在小忙Limp 有Viral过牌 翻牌237 有两张黑头 Robin中了顶三条 过牌 有Viral两头听顺 打了40% Robin跟住 这里我会更倾向于Robin可以去拆Chris 当然单说这一手牌 跟住和拆Chris都没问题 但是我认为Robin打法主要的问题是 他除了过分关注现场毒人这个因素之外 他打的整体路线太被动了 除了刚才他炸获了Maria一手 其他那些牌呢 其实他都有不错的牌 但是总是一直的被动去跟住 激进程度太低了 一方面会错失很多价值 另一方面会把自己放到了被动的 合牌上总要去考虑要不要抓鸡的境地 转牌一张黑桃Jack同花城了 Robin继续过牌 有Viral打了三分之二底池 Robin既然翻牌上没有race的话 现在转牌很难race了 基本上都是跟住 合牌出了第四张黑桃 有Viral又可以炸火了 Robin继续过牌 有Viral在650k的底池里面打了240k 我其实可以理解他打小柱的原因 因为这个尺度可以打掉Robin很多的单队 和几乎所有的7 这手牌因为Robin是这么被动的打下来的 谁能想到他是一个顶三条呢 所以因为他一直在隐藏牌里 面对这个单张花的牌面虽然不舒服 但是这个尺度比较小 他还是得跟 Andy说 合牌上这个尺度给的抓鸡赔率太好了 Fiddle说 这个情况下现在大家都不太会弃牌了 查理补充说 过去这种牌面大家都是弃牌的 但是现在都不弃牌了 Fiddle说 确实时代变了 过去十年当中 Poker的理论和打法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老派打法的玩家很容易就被淘汰 所以想系统学习现在前沿技术的观众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里面已经有99期会员视频 从各个层面帮助大家理解现在的Poker 下一手Daniel Open Robin现在只剩13个大忙 King九童话是可以直接推的 不过他跟住 也不是不行 翻牌他中了顶对 两个人都过牌 转牌出了一张Queen 两个人继续过 合牌出了十 现在又单张成顺了 Robin顶对继续过牌 这里很有意思 大家都觉得呢 Daniel有一张Queen 碳牌价值足够好 过牌就好了 结果他把自己的牌转成了炸火 在400K的底池里面 直接打了满池 这个下注确实挺有技术 因为他首先得意识到 自己的第二大的对子呢 碳牌价值可能并不够好 所以他想转成炸火 第二是 因为前面几条街都是过牌的 所以Daniel这里可能性非常多 他要是偷出去的话 打得不够大 那么Robin如果有K 或者是两对那种牌 也都不会气 所以这里要炸火的话 就要打大一点 然后Robin又开始陷入了思考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他到现在 无数次的把自己陷入到这种 合牌上 要不要去抓鸡的艰难境地 而实际上呢 大家的筹码就是几十个大王的深度 又不是几百上千个大王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 根本就不需要打到合牌 这也是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打得过于被动 拿到了强牌 不主动地打出去 而到了合牌上 这些强牌可能就不大了 但是又因为自己一直在慢打 又不舍得气 所以就会打得非常的难受 Robin现在又开始去读Daniel 问他 你是不是对6对7对8这种牌 转成炸火了 Daniel说 你说的这些牌我都没有 Robin说 那你这一枪这么急化 要么是有A 要么就是炸火 对吧 Daniel说 没错 然后Robin接着说 其实你没有那么多有A的组合 Ace Jack或者A5倒是合理 但是你把我的牌读错了 不过因为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呀 我相信你有A 所以就弃牌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过于依赖现场读人了 而你靠读Daniel来做决定 那不是疯了吗 这手牌呢 梅花队就非常的激动 Daniel这手合牌上 确实打得很漂亮 下一手 Robin又拿到了口袋6 8个大王all in 碰到了有Viral的口袋Kings 20个大王也all in 最后有Viral中了顺子 淘汰了Robin 下一手 有Viral和Daniel 都是Jack是不同话Limp的 Maria在大王过牌 翻牌275两张红桃 大家都过 转牌一张黑桃9 现在三个人都可以卡顺 然后张哥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床了 起床之后第一句说的话是 如果我能当一天Maria 我一定会炸火一整天 其实估计很多人也都这么想 但是要知道啊 你之所以可以利用Maria紧的形象 去炸火 正是因为他过去用了18年的职业生涯 换过来的 他就是因为平时打得紧 所以他炸火出来你才信 Daniel零打了三分之一的底池 后面两个人都跟住 合牌又是一张七 没什么用 而三个人现在都没有摊牌价值 也就是谁打谁拿下 Daniel组的人很希望他能偷出来 而且这个底池呢已经挺大的 不过他想了一会儿过牌 当他过牌之后 其实Maria也是很适合偷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Maria的偷很少 所以我以为Maria过牌之后 Uvaro又拿下这一手了 结果Maria真的打出来了 而且是840K 60%左右的底池 还不小 那么刚才说了 谁偷谁赢 结果Uvaro从地上拿起来了一瓶水开始喝 并没有马上弃牌 后台的观众们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Uvaro居然在想 但是Jack High在这里抓鸡是不太可能的 分分钟抓出来一个King High Tim红桃的牌 抓鸡没鸡大就太伤了 所以Uvaro只能是在想 要不要all in去炸火 演一个7 不过后来可能还是觉得不太像 还是弃牌了 Daniel也弃牌 Maria炸火成功 赢下了一个大底池 下一手 Daniel十个大忙 A7不同花 可以直接推 不过他open了五个BB的尺度 然后两个对手都弃牌 接着下一手 他拿到了口袋6 继续all in 没有人跟 第三手拿到了18同花 又all in 还是没人跟 连续三手手下忙住 到现在为止呢 Uvaro在桌上虽然行动很多 但是基本上没怎么说过话 在桌上一片安静当中 Uvaro突然开始讲故事 他说自己最开始学习Poker 就是十几年前 看到Poker After Dark里面 Daniel和那些传奇们打牌 然后一边说着一边看牌 发现拿到了Ace King 然后在小忙Limp DanielA2不同花 在大忙14个BB左右的all in 然后Uvaro秒接 Daniel笑着说 我就知道你突然开始讲故事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牌我还是得all in 翻牌出了一张A 最后Daniel被淘汰了 梅花组是非常的失望 这个账面上最强的组 结果前三轮分别得了一个第四 两个第三 Jason Kun最后一个出场压力山大 如果他的成绩也不好 全组会面临整个被淘汰的风险 下一手 Maria拿到了Ace King 一共只有十个大忙 这种情况呢 直接all in或者两倍的open都可以 当然如果他Limit的话 也可以等着后面Uvaro open 他再推出来也是可以 结果Uvaro拿到了Ace 然后过牌了 没有人打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疯了 不会Ace King遇到了Ace 十个大忙还打不光吧 翻牌 Queen Jack 7 两张梅花 Uvaro下注一个BB Maria两张高牌 卡顺 那至少肯定要跟一枪的 Ari反复的说 只要转牌不出K 什么都行 结果转牌就出了一张K 没办法 整个方片组都放弃了 然后Uvaro过牌 Maria打了三分之一的底持 Uvaro跟住 合牌一张不相关的三 Uvaro继续过牌 这里呢 Maria肯定是认为自己是领先的 后手90%的底持 Saisa开玩笑的说 如果这里过牌的话 就太夸张了吧 Jason说 肯定不会过牌的 Daniel说 虽然不会过牌 但是有可能会打个小柱 然后他就真的过牌了 Uvaro在前卫 先亮出了Aces 然后Maria太开心了 然后后面所有人都疯了 表示这是他们看过的 最荒唐的一手牌 Daniel甚至说 这是我见过打的最蠢的一手牌 查理说 他完全无法分辨 Maria是读到了Uvaro的灵魂 还是单纯打得太差 这种AK碰上了Aces 还中了K的情况下 十个大忙的深度 愣是没打光 太夸张了 下一手 Maria六七同花 五个大忙all in Uvaro拿到了Jack 3 面对all in呢 特别是Maria这个形象的all in 大概就应该是个气牌 但是Uvaro想了一会儿 还是跟住了 最后Maria没中 Uvaro成功地拿下了 第三回合的第一名 他回到后台之后 还是没忍住 全队都在讨论那手 AA和AK的牌有多疯狂 Uvaro说 因为他看到了之前 Maria拿着Ace Jack和Daniel那手牌 打合牌上的薄价值 所以他认为 Maria有K的话 都会打合牌的 那么现在黑桃队 长期起飞 名列第一 红桃队第二 也比较满意 梅花队最后 那么最后一个回合 轮到了张高曼出场 他睡了一整天 终于起床了 第一次回合 这个阵容确实很强大 第一手 Feedle口袋4 Open50K Jason Queen Jack不同花跟住 Williams Ace King同花 三bet到300K 是个比较大的尺度 然后两个对手都弃牌 Williams表现得非常兴奋 亮出来了自己的Ace King同花 下一手 Jason89同花Open Williams34同花大忙跟住 翻牌45K彩虹面 Jason Cbet了三分之一 Williams中了4跟住 转牌一张6 Jason现在能卡7的顺子了 打出来三分之二底持 这手牌呢 其实和刚才Daniel和Robin那手牌 有一点像 就是发出这张转牌啊 对手在翻牌上能跟住的组合 很多都是和这个转牌相关的 就像他现在这种 带队听夏顺 继续跟住 合牌一张三 很戏剧化的一张牌 现在成了单张顺 Williams成了底两对 过牌 对Jason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比较诱人的 炸火的机会 这里要考虑Jason要不要偷呢 不光要从Poker的层面 也要从这个游戏 整体的团队层面考虑 就是现在啊 他们梅花队是成绩垫底的 把他牌在最后一个出场 是信任他的能力 认为他能拯救世界 赢最多的金币 所以他这里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去赢 当然如果他有摊牌价值的话 可能也就过牌了 但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摊牌价值 所以我认为 他几乎一定会借着这张牌去炸火的 他确实也打了满池 查理说 Williams这手牌很难跟 但是他认为他会跟的 我其实也觉得 这很可能会跟 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 Jason会炸火的原因一样 Williams这里需要33%的胜率 而Jason因为他太需要赢 所以他会提高自己炸火的可能性去拼 那么现在这个1比2的赔率 就显得还可以了 他也是非常果断的跟住 红桃队都非常的激动 然后梅花组又陷入了困境 Daniel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那么第三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除了我很想知道 下一期Jason能不能打回来之外 我还有很多好奇的 关于赛制的问题 因为第一期里面并没有解释 第四回合的奖金分配情况 所以我们不知道第四回合 得冠军能赢多少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 比如说可能改成只有前两名拿金币 或者第一名赢者通吃之类的规则 因为现在梅花组比黑桃组 落后53个金币 那么如果这一场 Fiddle得了第四 Jason得第一 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能不能让梅花队反超 所以我认为 这个比赛 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公布这些赛制 选手也可以更好的 根据第四轮的金币分布情况 对应现在自己的排名 去制定战术 而现在我们只能靠猜这个规则 另外这个节目 大家都知道 一共是四轮大型的比赛 最后这16个人里面 只有第一名能得全部的奖金 其他15个人都是空手的走 所以现在第一轮虽然是团队赛 但是到了最后 说到底还是一个个人赛 而前面说 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第一队就会全部淘汰 那么我就有点质疑这个规则 或者说可能是存在某种复活的机制 不然对于有些玩家来说也不太公平 可能一个人很强 但是他团队里面另外三个人都不给力 或者可以让最后一组的四个人 组内再打一轮SNG 把第一名留下之类的规则 总之呢 我认为 如果现在能公布更多的比赛规则 并且演出来 玩家们都是怎么制定自己战术的 会对这个节目来说更有帮助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兴趣系统学习Poker的观众 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 或者在视频简介里面 找到加入我会员的链接 我们周六晚上见 我们周六晚上见